第三題,取六個質量與大小完全相同的正立方體金屬塊 分別以甲與比的方式堆疊如圖所示 其中底層上表面斜線範圍內所受的平均壓力分別為P甲、P乙跟P比 則P甲、P乙、P乙的大小順序為何 我們曉得這是一個固體的壓力 固體壓力公式是P等於F除以A 正向力除以面積 鉀這個正向力有三個金屬塊 然後面積大概是兩個面積 所以出來的是1.5 乙有三個金屬塊 面積有三個面積 所以出來的是1 那麼丙有四個金屬塊 面積是2 所以出來的是2 所以鉀是1.5 乙是1 丙是2 因此我們就找到大小次序為何 我們答案應該選的叫做C P比大於P甲大於P乙 1 1